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卡拉伯伴,大家好 那麼今天我們會帶來下一週幾張登場的全新GN情報 我們在下一週最重要的有兩個事情 第一個是要賣希望的潛能解放 第二個是莉莉絲的人形態終於登場了 那我個人覺得莉莉絲的人形態真的蠻強的這張卡片喔 首先這張卡片必須要通關全新的記憶回廊才可以入手喔 記憶回廊在下個禮拜一的正午12點就會開放了 那我們挑戰這個關卡必須要持有新物花園才能夠進入挑戰 那聽說這個輪迴是八十成的一個輪迴喔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啦 因為這個輪迴可以其中設記憶點 你不用一次挑戰完,你可以慢慢挑戰喔 好,那並且其中呢 我們龍科能力會消失 那裡面挑戰你可以用記憶球來去做buff喔 所以算是一個全新的挑戰模式 那到底有多難呢 我們下個禮拜一可能就會知道了 不過重點是 在裡面就有機會可以拿到莉莉絲這張人形態的卡片了 他雖然說人形態啦,不過他是機械族喔 有沒有發現的 所以這張卡片是一張按機械的卡片 那作為隊長的話我個人覺得沒有很強啦 單邊只有14.4倍的最大倍率喔 所以這張卡片主要是當隊員 不過他的中技能價值超級高 首先他的技能一是CD10 可以吸收敵人的傷害喔 最高級的一個檔死連續兩回合 而且可以把整版變成機械強化珠 所以他的一技能就夠強囉 然後在二技能CD6可以直接提升行動值 如果你行動值已經到100%的話 他的自稱CD還會減1 如果隊長是莉莉絲的話 機械族無視反手消跟指定減傷抗性喔 都是莉莉絲蠻需要的一個結版能力喔 所以這張卡片可以說是莉莉絲的一個專武 那他放進普通的機械族或暗隊都很好用喔 光是這個擋死他就有陸隊的機會喔 所以這張卡片我個人認為是絕對要入手的 無論是卡片很香啦 或者技能很香 這兩點都是這張卡片最大的賣點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10周年的一個小遊戲喔 風遊泰倫斯大陸 這到底什麼東西啊 反正就是一個小遊戲啦 在禮拜五的時候會登場 那看起來就是用風頭去遊玩 這樣子 好那再來一個重要的事情是境外探索 新增了一個BOSS喔 就在他們中看到這一張 哇這張卡片真的是超美的耶 不過很可惜他的技能是一張倉管的 CC7喔 本身是水魔族 總共帶三個效果 第一個 敵方會變成一個睡眠的狀態 沒辦法行動持續兩回合 那敵方在睡眠的狀態下 額外增傷1.5倍 兩回合內回復50%的生命力 所以他就只有帶一個控場 不能說他完全沒有 但就是上場機會比較低喔 因為現在很少 應該說沒有出過這種 對敵方有睡眠才能完整傷害的這種敵技啦 那不確定未來會不會出 現在都比較常出 比如說要石化敵人的話 或點燃敵人 那這個睡眠敵人倒是很少出啦 所以這樣卡片還是建大家 可以留一張做保留 說不定未來就會出一個什麼 對敵方造成睡眠才能夠完整傷害之類的喔 好 那再來的話是一個挑戰任務喔 這張大家應該再熟悉不過吧 沒錯 就是阿提密斯拉 不過這時候他是以 木神族的方式出現喔 那張卡片我個人覺得是 有玩希臘隊一定要入手的一張卡片喔 首先他主動技能就跟希臘蠻有關係的 CD7總共帶四個效果 第一個可以解除自身及希臘神的被封鎖技能 並且敵方全體轉為自身被剋屬的屬性持續兩回合 一盒內神族攻擊力1.5倍 無視345屬盾 結界地形生肖時神族攻擊力額外三倍 主要是結界地形這一塊喔 就是希臘神最怕的東西喔 所以如果你有在玩希臘神 這樣卡片 我覺得一定要入手 不過雖然我也不太清楚這個三倍能幫到多少就是啦 因為結界地形沒有辦法天降 屬性豬就差很多 所以我覺得希臘神遇到結界地形可能還是很難打啦 好那再來的話他的隊伍技能喔 只要是雙隊長是神族 你用這張卡片作為隊員 他就可以轉成隊長的屬性了喔 所以即使未來他沒有放進純希臘裡面 他也可以在純神裡面當一個隊員卡 好那再來的話是 要賣星芒的潛能解放啦 那這一次是上 就是錢解這四張 大家畫面中看到的這四張 那下一波會在三月的時候開放喔 我覺得下一波比較重要 因為下一波好像有蛇夫什麼的 所以這一波就當作一個暖身啦 好那首先第一個給大家看到的是安德洛 這張卡片算是這一次加強最多的 首先他的隊長技能 單邊有三十二倍 那可以讓 要賣星王系列及水屬性攻擊力八倍 那並且妖精在額外四倍喔 所以這隊要是水妖 或者是要賣星王系列才能夠吃到 單邊隊長帶來的最大倍率 那單邊生命力加成是1.8倍 消除三種以上的符石減傷50% 消除...發動三種以上的屬性攻擊 回合結束妖精攻擊力 CD再減1 所以這張卡片會讓整個妖精的技能輪轉是蠻快的 好那本身他作為單邊隊長有這些隊伍技能喔 存在第一個 他本身CD進場減5 連擊提升100 延長轉租時間3秒 先鋸300% 移動所曝衝到的符石變妖精 妖精符石攻擊力三倍 卓越地形王命暴擊減少99% 基本上妖精滿怕的東西他都有直接無視了 所以這個如果是你現在完全沒有任何妖精隊長 比如說打擊或者是美樂地之類的 這張卡片勉強可以作為妖精單邊隊長 副隊長可以搭配打擊之類的 好那這裡他的主動技能 我覺得是加強蠻多的喔 CD5 總共帶4個效果 妖邁星盲才能攻擊1.5倍 妖邁星盲及妖精 傷害可以克制敵人喔 這個意思我的理解應該是 不論你打出來的是什麼東西 都可以直接加成1.5倍 應該是這樣吧 克制傷害應該是1.5倍吧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所以說他這個追打呢 就會變得更有效喔 無論敵人是什麼屬性 他這個追打都可以直接吃到 每一下是額外再多1.5倍的增傷喔 那他這個消除屬性就可以追打該屬性一次喔 所以你消五屬就是追打五次嘛 然後消星再追打五屬性一次 我不知道這個傷害克制敵人是有沒有 有沒有包含五屬性啦 這可以測試一下喔 總之目前看起來 光是這個追打呢 就直接追打額外6下 再包含這一下是7下 7下再參與這個克制大概1.5倍的一個倍率喔 所以實際上面我們這個界王拳 目前已經來到了10.5倍囉 那要賣星盲的成員在1.5倍 所以我們把這10.5倍再參與1.5倍 就來到15.75倍的倍率 所以我目前初估看起來 這個主動技能的增傷效益 就直接來到了15倍的界王拳喔 所以這個增傷幅度相當噁心 如果我有算錯 大家可以在底下這個幫我更正啦 那並且他是可以隨時關閉的 所以說大家看到這個什麼15倍喔 全部都是常駐增傷喔 你就知道這個有多噁心了 所以這個算是妖精 目前我看到持續增傷最誇張的單張增傷效益喔 而且還可以直接解5屬同級盾喔 那他可以隨時關閉喔 關閉可以將所有服飾變成6種珠子 好 所以他本身關閉的解本能力也是相當噁心 所以這張卡片我個人覺得是一定要錢解的 好 再來是下一張 暗手這一張 那這一張當隊長就是相當普通喔 單邊40倍雙隊長1600倍 那並且會掉落這個暗強化獸竹符石 到達隊長技能的最大倍率 消消獸竹珠 那這個生命力是蠻多的 雙隊長有9倍喔 所以這隊大概是獸隊 蠻多血量的一個配置選擇 好 那本身隊伍技能是他就要作為雙隊長喔 所以副隊長沒得借 獸隊成員進場CD-5 延長轉租時間3秒 每掉落1粒暗珠 可以直接回血 掉落獸珠也可以回血 暗屬性攻擊 暗符石提升150%的效果 暗星兼具 要賣星盲擊獸類的屬性 消除6粒以上的暗珠 全隊攻擊在額外5倍無視敵方的防禦力 全隊進場CD-2 如果包含這個5倍 那其實差不多整體倍率也才9000倍 所以說8000倍左右 所以說這個當隊長說真的就還蠻普通的啦 好 主要他主動技能我覺得也算是很夢的喔 CD-7你可以點選1粒的符石喔 並且你消除符石首批掉落就會是你選的那個喔 所以如果你消整版 假設我要解30火珠盾好了 你就點火珠 他就會天降30顆火珠給你 所以這個是蠻好解累積屬性盾的一個功能卡 並且全隊還可以直接無視固定連擊跟敵方防禦力 消除20粒一張的符石獸類跟要賣星盲系列的攻擊力額外兩倍 雙隊長如果說是要賣或獸類的話 支撐CD再-2喔 所以這張卡片我個人覺得在獸隊是有一席之地的 好 那再來是這一張 這張算是目前上修看起來最爛的 CD-7總共在4個效果 可以轉出火跟星的強化神竹珠 火星互相堅持符石效果 神竹攻擊1.5倍無視固定連擊 那這個解斷能力蠻常見的 所以就蠻爛的 好 那再來是奧菲斯 這張卡片我真的覺得還蠻厲害的 星期三總共帶三個效果 神竹增加兩回合亢奮 會轉出大量的新強化珠 如果你隊伍中有4個以上的神竹 轉換7顆星強化珠的機率大幅提升 那主要是這種 目前有帶這種亢奮狀態的 我覺得都還蠻值得入手的 因為現在還蠻多什麼睡眠盾之類的 好 那所以大概這就是本週加強的一個資訊 在這邊提供給大家 好啦,以上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別忘了可以按下你的訂閱 以及幫我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鈴鐺 我是阿凱,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